之前也是比較特別啊 也是會有人找我去主持 尾牙跟初秋 你不要說欸 富凱琴 我有在接主持嗎 我有春久跟尾牙還有記者會 想想看 我到底哪個點讓你看到我會 可以做這件事 好可怕 不勉強不勉強 好害怕喔 真的好可怕喔 不要了啦 不要再答應了啦 好好唱歌就好了 許富凱跨界熟度主持 紅白下歪瘋狂喊好害怕喔 金曲歌王徐富凱 去年年尾發行懷就情懷風格的新專輯 今年更是活躍三屆不只會唱歌演戲 日前更登上2024年紅白藝能大象的主持大典 稍微有點喘不過氣來了 我覺得心裡由衷佩服這一些所有主持季的大哥大姐們 實在太厲害了 然後主持完紅白之後 有三天也修復期了 好痛喔 我只是就是說 嗯一次就夠了 差不多就有完到就好了 男生也不需要太多的目標啦 真的 怎麼那麼沒有那麼無望啊 不是不是這麼講 就是說我嘗試過就好了 那我從這些嘗試當中發現自己適合哪一些 找到自己的定位 那自己就是有預期說大家看完之後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嗎 自己有些 我完全不一樣 沒關係都不用反應也沒關係 其實對我來講我只是去嘗試而已 我沒有在乎說它要變成我的人生規劃裡面 因為那一天我還有跟外方姐一起合作 所以我比較care 因為我主持大家也都知道說 對我來講我不是那麼專業的嘛 所以 第一次嘗試總是有很多需要加強的地方 但我覺得那個好像也是我最後一次 我覺得是心疼他們耶 因為其實當下發生什麼事情我們身邊最了解 那明明其實真的也沒有那個意思 就是現在就是因為科技 這些三系產品太發達了 所以很多事情很容易 他看的是這樣子的角度 我們看的是這個角度 就是會很容易被扭曲或是誤解 對 就希望這件事趕快平息啦 那你畢竟那個入圍過金曲嘛 拿過金曲獎也當過金曲評審 對 所以咧 他本身金曲主持棒 對 我覺得這樣子啊 如果說真的要找我主持 我覺得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我覺得可以找其他人 有時候一個人跟兩個人三個人 創造出來的火花是不一樣的 對 就像我們這次紅白是大家集體 團體戰這樣子 其實是會很有趣的 一個人不要 去找一個可以 好 我真的是 其實還是有問到他要的答案可以 OMG 之前也是比較特別 還是會有人找我去主持 尾牙跟春秋 你不要說欸 富凱琴沒有在接主持嗎 沒有 春秋跟尾牙還有記者會 想想看 我到底哪一個點 讓你看到我會 可以做這些事情 還是要更 讓更多人知道說 我有在動喔 我有花手品 要不然很多人都以我 我真的很不務爭議 我的工作模式就是 人家來找我 我不會主動說我想要去做這個 因為 第一我不設限我自己嘛 那做了之後 你看就開始後悔 哈哈哈哈 從我本來出道 我就想說我是這個歌手 好好唱歌 從來沒想說要去主持 或是演戲 但他們就要來找 我覺得欸 當然過程裡面有一些 驚心膽跳 但是 至少你去做了 也對自己不會有後悔 哇 驚濤海浪 哈哈哈哈 你說喜怒海浪 好像在這一年 我都都都都都 都接觸到了 雖然甜苦啦 也在這裡 這一年也接觸到了 這種我爸走了 給我很多的那個 學 課課課題 就是你要去學習 就是說啊 珍惜啊 我現在的時間就是 能多陪媽媽 就多陪媽 這個新的一年 馬上就要開始了 祝三立新聞網的朋友們 祝各位 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們 祝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們 龍年 甜甜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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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蜜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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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樂 祝大家新年快樂 龍年行大運 龍年行大運 身體重如龍 universal 奄 guru 澳 profund 奶